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短信的主人是一个下岗的工人 他昨天给我发了这样一个短信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他在三个月前下岗了 下岗以后他找到我 他说李老师听说你是做职业咨询的 你能帮帮我的忙吗 在教堂中我就问他 我说你过去做什么 你下岗前做什么 你有什么特长 我问了三个问题 他说我最早是在农村里弄茶叶的 他是福建人 他说后来我又读了书 读了成人教育管理学的书 后来我又到了北京 在一个专门生产 就是那个存储器 就是我们叫优盘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工作 他说现在那个公司我下岗了 我的特长应该说我对管理懂一些 因为学过这个专业在公司里做过 但是还有一个特长 就是我原来在茶厂干过 在农村懂得茶叶惠品茶等等 有这些东西 那么我就告诉他 我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跟我讲过 说他在买这个股票的时候 他不买高科技股 他说他不知道这个计算机明天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有一条 他说我一定会买食品公司的 然后还有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的公司的股票 这是为什么 他说人们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 人们还会喝茶 人们还是要吃饭 我说这个故事告诉我 我说你应该在你这个实业的过程当中 找到你做什么更能够发挥你的残处 更能够跟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 那么当昨天他给我发的这个短信以后 我知道他现在已经在茶叶城了 已经干得不错了 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下赶失业以后 我们去做什么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就业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正在碰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大量的人要进入劳动力的就业市场 有三支大军 第一是什么 就是我们农村盛益的劳动力要向城市去转移 这有1.2个亿的人 第二一部分 我们有很多企业 我们有很多大军事工作 那么第三个大军就是我们的青年学生 大批青年学生毕业以后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比如说今年495万大学生要进入市场 所以整个就业的形势非常非常的远景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一个就业和保住职业的挑战 如果做一个物理试验 在我们的在座的各位面前 我给你们放上三盆水 第一盆水是什么 就是自来水 拿来放在你的面前 另外我就从冷冻室里面拿出一个很凉的冰水 放在你的左面 我再从那个什么暖炉里面拿出一盆热水 很热的水放在你的右边 我先请你把手分别放在左边这盆水和右边这盆水 一分钟以后 请你把手拿出来 往中间这个水里一放 我请问各位 中间这盆水是什么水 如果说左边这盆是冰水 右边这盆是热水 那我请问中间这盆是什么水 很多人说 什么水 温水 不对 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左手感觉这个水是什么水 是热水 很热 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感觉这个水是什么 很凉 是凉水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 它是相对的 所以在职场上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就业形势再远近再困难 也有的人手上拿着好几个工作 有一天有个学生来找我 说李老师你一定帮帮我的忙 我什么忙 他说你看我现在找了四个单位 去什么地方 国家公务员 航空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还有一个外地的 有一个公司 他说李老师我去哪一个 我说这个同学你真不错 你怎么一个人拿着四个岗位 我们一个好多同学一个岗位都找不着 他说李老师 我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他说我从进大学开始 我就有一个职业规划 我就在大学期间参加了很多的社会实践 我到很多单位去实习 了解这个市场的需要 按照市场的需要 培养自己的很多这种能力 所以我跟他们建立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关系 后来我说你这个事情是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什么启发 就是一个人要应对这个职场的这样的一种竞争 我觉得应该怎么着 要有一种预见性 中国人句话叫什么 不欲则废 欲则利 面对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 求职者要想脱颖而出 找到一个自己满意适合的工作 在求职应职之前 应当考虑哪些问题呢 预就是要预先要有考虑 那我就想起来 像我们每个人洗澡的时候 如果我们洗淋浴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个人说 我现在脱了衣服 我就站在那儿 把这个水龙头一开 我洗淋浴 没有 这是为什么 你不知道这个水 可能一下子下来是凉水 没准一下子出来是烫水 太热 所以这个水它一定有一个持质效应 一定要把水开一会儿 调一下才知道这个水的温度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职场上也是这样的 要对这个职场要有一个预见性 要有一个预判 那么我们就要去提前一个量去调整这个水 那么这个同学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就告诉我 我们一定要在职场上打有把握之战 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职场上找不到工作 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我觉得除了社会的原因 岗位的需求以外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我们怎么样提高我们自己在职场的竞争能力和素质 很多的人力资源经理都反映过问题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在就业中 最差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是心理素质 是自主的能力 有一个企业的一个老总跟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有一次我在招聘这个青年任的时候 有个小女孩 非常不错 毕业一一个外语院校 外语水平非常好 先是笔试 那是非常好 他说后面是口试 口语非常好 谈得非常不错 他说我们经过两次面试以后就决定录取他 我就跟他谈话 我说某某这个同学说我们通过这个面试 我们决定录取你了 这个职位 他说我告诉他 我把你放到我这个经理的办公室 做办公室主任的助理 我们这个办公室的条件非常好 这个待遇也都很好 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这个主任真的很好 他说这个经理说 但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这个户口 要进北京 现在按照这个政策的话 我们还需要向北京市内进行申报 尽管我们是一家高科技的公司 还在申报 批下来批不下来 这个事情不能我们说了算 就要看见政府这个部门的批的情况怎么样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完全有把握 然后说这个岗位很好 我也很愿意去 但是这个情况 户口这个问题是这样吧 他说我回去以后跟我妈妈爸爸商量一下 我再答复您 结果大家可想了 这个经理跟我说 他说我马上告诉他 我说你回去以后就不用再来了 原因很简单 他说我作为一个企业 我的员工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 必须要有自主的能力 这个女孩尽管有别的很强的专业能力 但是他有一点 他自己不能为自己做主 我们讲一个员工要做企业的主任 他说自己不能为自己做主 连那么这个事情 他都不敢表辑给他 回去跟他爸爸妈妈商量 他说我让他做办公室主任这个助理的工作 今后办公室主任不在 那我这个办公室是怎么办 他说等我请示了办公室主任再来告诉我 那我们企业根本从时间上是不允许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在职场上如果没有自主的能力 也很难就业 以上李教授所讲述的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求职者必备的要素之一 那么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素质的求职者 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呢 我通过研究我就发现 在现今的职场上要找到工作 有三种人是特别容易就业的 第一种人就是自主之人 知道自己要什么 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所以他给这个用人他会所传递是一个非常肯定的缺点的信息 他去找这个岗位 我一旦认了这个岗位 我就爱你了 我就扎扎实的跟你去干 我不会很犹豫 即使我认错了我也往下走 我觉得现在企业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是很多企业人他缺乏这种忠诚度 近期后就想跳槽 近期后就想奔着别的地方 所以他的目标是游离是飘骨不定的 那企业的成本就很高了 我培训你的半天 我训练的半天 最后你心都还不在这儿 所以自主的人 能够做决策的人 坚定的人 这种人容易找到工作 第二种人容易找到工作什么呢 有特产之人 因为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 大家都会有他的一般的要求 但是也会有他的特殊的要求 所以一个人拿着你的所长 找到你的所长去找工作 那我觉得你就会有优势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案例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也是大学毕业 他是学什么呢 他学的是生物学的专业 但是他原来心高气傲 他想毕业以后 我的第一选择 进国家政府部门做公务员 现在公务员很热 今年国家这个公务员 我们国家招12000名公务员 报可能是52万 这个竞争多几 把这个小伙子有个想法 第一选做公务员 结果就考公务员 考了国家部委 当然又考了市里的公务员 结果找了半天怎么样 没找着 很难进了 竞争非常激励 没找着 好 他就把目标调一调 说我第二个 干什么呢 我要去做生意 辛辛苦苦跑了很多地方 最后他想在中国商业比较好的是沿海地区 就是上海 什么广东 深圳 跑了一圈 结果怎么样 显然计划完全落空 还是没找到工作 原因就是他没有这方面的背景和专业知识 怎么办呢 小伙子正在万般无奈之下 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小报 这个报纸上登了一条不期远的消息 某某民营公司要招聘一个 就是种植那个花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岗位 地点 远郊区工作 没办法 生存还是地区需要 这个小伙子就去了 结果一去以后 这个老板也非常有意思 就说你是 说这个简历你不用拿了 他拿个简历说不用 你叫什么名字 能干什么 他就把自己情况简单说 那行了 我也不看你的简历了 现在这样吧 你想不想到这个公司工作 他说想 他说至少我得生存 这个老板也很痛快 说行吧 那这样 在我这个办公楼这个后面 你看那个有块地 这么一亩三分地 画给你 三个月以后再说 这个年轻人就接到这个岗位 开始在那种植 御苗 花的那些御苗在那做 两个月之后 两个月之后 那个苗展示非常好 真的很好 这个老总提前把它叫来 本时三个月 使用期 两个月 各位 小伙子 行了 提前 转正 同意你做这个苗圃的负责人 搞技术 种植 技术研究 马上把他的工资给他很高 待遇给他很高 这个小伙子后来再谈到他的过程当中 他又谈到他说 我在求职业 我在体会到 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关键是自己的所长在哪里 所以他说我最后靠着什么 叫做自己的专业 靠着自己的所长 所以在职场上第二种人 有所长的人 是最容易找到工作的 有时候你会意识到 有时候你意识不到 所以这个小伙子 他实际上是在什么 无疑实际中 他发现了他的所长 做得非常好 以上事例证明 符合自身所长 对应自身兴趣爱好的 才是最好的职业 那么下面讲到的这位下岗老工人 是如何得到新工作的呢 这场上第三种人 容易找到工作是什么 有敬业精神 因为任何一个企业 任何一个岗位 他都要做好 一定要需要这个人 要长期的沉淀下去 我们在职业理论把它做成什么 叫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贡献区 你只有长期在这个地方积淀下去 你才可能一点点得积累起来 才会获得经验 才会有所发展 那么这就需要就怎么样 人一定要有这个敬业的精神 要有敬业的精神 那么谈到这个敬业精神的话 我也想起有一个事 就是有一个这个老同志 年纪已经很大了 我们就归校4050 他是到了50了 那就当然这个企业改革改制就下岗了 下岗以后就待在家里 什么也做不了 那怎么办呢 家里面要生存 领一点这个低保 那也不行了 结果完了以后 他就去一个工厂 找到一个公司 他就是运聘 运聘后 他就跟这个公司老板说 你运聘我什么工作 他说你就随便给我任何一份工作多谢 这个经理说 他就说我因为是个下岗工人 所以我很困难 希望你给我一份工作 我也不会有什么专业技术 我原来就在工厂里面是练干铁的 也不会弄 你知道发现有没有干铁 像现在干铁产 它也得由不紧弃 所以我也找不到这个工作 年龄也大 后来这个老总说 你能干什么 他说我就替你安排 后来这个老总为什么要安排 就是愿意接待他 原来这个老总他说 你不知道 我自己也是下岗工人 我是自己下岗以后 现在创办了一个什么 就是建筑的材料 就是生产建筑材料的一个工厂 所以大量的电路槽堆在那 所以下岗工人在那地方看到有个工厂 生产建筑材料 所以他就跟他说你找个工作给我 他说那这样吧 我这里没有什么大的工作 但是守建筑材料 这个还是需要的 我们在好多地方施工 这个材料经常被人偷 就说要不要干这个活 那我们的货拉到施工产地的时候 你在那里守着那个材料 最后老先生说可以 这个老同志说可以 你只要给这个工作就行 反正这样能拿钱 能生存就有问题 最后一车货拉到了建筑的施工工地 这个老先生就在那守的工地 结果刚好那天下大雨 工地上土质很软 建筑材料很沉 全部都倒在泥里面 全部弄得一塌糊涂 等到第二天将来验收的时候 那个材料的时候一看 这个材料怎么全部都不行 我们也拿这个建筑材料都是长信息的 那不行 后来老同志说 说老板你放心 我负责在今天之内把所有这些建筑材料重新给你按照你的要求 堆放好 然后把它擦干净 他自己花了钱去买了清洗的工具 自己一个人在那干了一天 把全部材料弄好了 放在避雨的地方 最后公司非常高兴 生意做成了 这件事情后来就被这个老板知道了 他这个老板知道了 说老同志 说我原来想的就是你试试看看 能不能看这个活 没想到你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工作 现在这样 我整个材料的管理部 材料的维护和管理部的负责人 组长由你来担任 所以他有一个去找了一份工作很困难 就是能够看看材料就行了 变成他的一个什么管理人员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的经验精神 找到一个工作 我们就发现今天的就业形势非常的远景 要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 但是命运永远在我们自己手里面 除非你自己垮掉 否则没有人能够打垮你 所以只要我们坚持做什么呢 做有心之人 就是我说的做什么呢 就是刚才讲的要有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要做有主见之人 要做有特产之人 要做敬业之人 那么我想我们在职场上 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人生的路 这一期就到这 下期再见